阿里巴巴9988因反垄断而被罰后,内地大企业军面对被整治的危机。在这环境下,大户和机构投资者对整体大市走势有戒心。周三行指上升404点。成交只有1381亿。只能说是干涉。没有启示作用。 现时不者的期指操作是在接近50天线29100点高期指。当跌至差不多100天线28200点便扎上。个股则短炒消费股。例如361到1361。周大幅1929和安德利果汁2218。不者暂时不会持太多货过夜。以免一旦港股出现突变。戒时要走也未必走得切。 近期不者转至美股。主要原因是美股多选择。加上有成交。对炒家来说绝对是一个适合的赌场。另外,美国实在有太多有真材实了的科技企业可以投资。 只要大家下些功夫。要获取不逐的投资回报是不太难的。以近期在美国上市的在线游戏平台和游戏创建系统股及Loglox为例。 其股价在上月25日于60.71美元完成调整后便辰转反弹至前天高位83.4美元。 这股已开始进入内地市场和在其他地方快速增长。 预期股价将继续转强。如果大家想换美股。这股绝对是理想的选择。 某力带点签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